我會努力的在等待的時候 調整我的呼吸 他當下氣氛是非常的緊急的 雖然不是自己認識的人 可是在對這個職業 對於每一位你要救的病人 都是一份你自我內心的責任 真實的在救護車上的急救 他本身那個環境 就帶給我非常非常多的衝擊 就是我知道我們在拍戲 可是當我在做CPR 我在救一個人的時候 我心裡的感覺就是 我好想要救活他 我可不可以救活他 這個山路還有多久 所以不管是遇到什麼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雖然不是自己認識的人 還是覺得我一定要把他救 我一定要把他其實送到醫院 聖地餘也能視你 最後一回合 那個狀況 我們在救火場 之後女性會更有距離 給人一趟 救火 在救火 我們在救火